也不只是看辯論比賽時的演技 辯論比賽只是一時的表現 選拜登的人不會因為拜登這次失手 他們心裏當然是很擔心 但是會不會轉態去選特朗普呢 真的要選的時候 可能繼續選拜登不選特朗普 覺得更加重要的不如幫拜登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壇斯健 身邊有施先生和浩德 兩位我想問一問 上一個星期你們有沒有看到 美國總統的第一次公開辯論 施先生有沒有看過 我都看過了 你都看過了施先生 浩德有沒有看過 當然有 基本上大家都很關心的 因為今年大選舉 美國選舉應該都比較矚目的 當然最重要 兩位都看過這個問題 就是要問一問大家 因為辯論之前 其實拜登的呼聲都不低 兩位都叮噹碼頭 但辯論之後 拜登的表現似乎被平為 全球都被平為災難性 因為不單止是好像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說話都好像一個結構 一個句子都做不到一個清晰的表達 令到很多人都相信拜登這次災難表現之後 可能金主會不會捐錢 民主黨內部都可能不會再支持他 資生你如何評論這次拜登的辯論表現 是否真的會影響他未來大選的機會 對 給人印象就很差 即是他在說話的時候 說一說一說 好像自己都不知道說了去哪裡 連一句子要收尾 都不知道怎樣收好 即是變成差不多迷失了 即是一個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的人 去領導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複雜的世界 大家當然會有顧慮 所以民調顯示他的支持度大減 這是正常的結果 先生兩種評論 表現可能真的很差 但你認為他會否真的為這件事 而退選或者影響 接下來總統選舉的發展 我認為民主黨本身一早都知道 拜登年事已高未必適宜做下去 應該由他上癮一撒那 就開始密室接班人 沒想到81歲還要叫他去做 應該是早有嘗試 問題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現在幾個月就要去真正選了 找不到 應該都是不容易找 找不到一個有競爭力對共和黨有威脅力的候選人 他們都要從黨的整體利益著想 可能拜登起碼在任期間做得不算太差 即是經濟又算OK 股市又算OK 曾經罵到全民友重新歸隊 對中國的壓制似乎有一些成效 他們可能說選總統不是選一個人 另外也不只是看辯論比賽時的演技 辯論比賽只是一時的表現 大家都做過四年 這四年入面其實大家走的路線 除了對中國的問題比較一致之外 其他差不多是兩種不同的價值 意識形態 選拜登的人 不會因為拜登這次失手 他們心裏當然是很丟 但是會不會轉態去選特朗普呢 在訪問的時候 可能在訪問的面前就說 這麼差 實際上很差 但真的要選的時候 可能繼續選拜登不選特朗普 所以他們要做一個測試 即是究竟那些選民的意向是怎樣 如果你換一個只不過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大家覺得他老了 他一早就老了 現在就要計算一條數 換了之後是對民主黨好還是對民主黨不好 如果換了之後只會覺得 民主黨這次反應也算合理的 他不讓我換過 但選不到 如果我覺得更加重要的 不如幫拜登找一個強一點的副手 大家想著拜登可能都做不完 這人的 但我會有人頂 是一個副總統會上州 這個人是一個黑幫的人手 以及整個民主黨的團隊會支持他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好過找一個不算好到位的候選人 所以先生認為時間太闖瀉了 太闖瀉了 找一個易把手強一點就簡單一點 但是先生你作為一個世界公民 因為這麼大的國家可能都會繼續選領袖 似乎神智都不太清晰 其實你自己擔不擔心 會不會引起其他世界的問題 我都說一個老人癡呆 一個老人瘋癲 怎麼你說哪個好一點呢 瘋癲其實比癡呆還危險 癡呆什麼都不做 這次辯論之後 起碼這一刻兩者勢軍力敵似乎有點逆轉 你認為特朗普上場機會大了 會不會投資市場是沒有預計到這件事 接下來的波動會比較大呢? 美股 第一其實我都想說現在只是早段 只是做了四個月 當然美國選舉對市場的影響都很大 通常選舉年都是比較好 例如上一場之後 會不會覺得大家對未來 有些說法可能會不會對息口的走勢 因為現在聯儲局都是聽白宮說的 會不會有一個大的逆轉呢? 但無論拜登或特朗普上場 其實你想想過去每人都做了幾年 其實美股整體都不太受他們影響 因為美國自己本身的經濟和企業等等 或者貨幣政策其實沒有太受他們 即是沒有一種通勤 但整體美元霸權這個玩法都是繼續 現在美股的資金去追逐的一些辦法 都是跟政治場去 跟他們的政策沒有關係 比如所謂AI 基本上他們怎樣上場呢? 應該一個大方去到不變 所以我覺得短線可能 我想唯一會觸動金融市場就是 會不會他們不同人上場對息口政策會有不同 這個就是會給大家留意的 特朗普之前起碼口頭上 我覺得他是主張減息的 他上台減息的機會應該多些 事實上你想想 特朗普做了幾年美國真的在減息 因為他都是… 歷史最低息的事 因為減息的代價不是他去處理 因為其實理論上就是 借的錢是要還的 但這幾年大家看到其實就是 錢已經繼續漲到美國 其實不太影響到 但他減息之外他還會減稅 你富人他就似乎優惠一些 美國財赤就更加嚴重了嗎? 他們都失控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大家已經覺得 是沒得救的反而怎樣收穫 不知不知道大家就是今早有酒今早有罪 其實今次美國大選暫時 比如爭議事件可能辯論比較多人討論 還有一件事都多人認為是有問題的 原來就是美國最高法院7月1日 就裁定了特朗普是可以享有 部份的刑事起訴豁免權的 有人評論這樣就令到候選總統 有些凌駕法律之上的感覺 施生你認為其實這種做法 不是候選總統 如果你當總統 在總統期間 你在公事上做了一些事 你就可以不被起訴 但是你個人做的事 可能還要負責 特朗普現在有很多官司前身 二百計 譬如他跟現升那些個人私生活的問題 他因為用掩口費那些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是妨礙司法公正的 那些是否可以脫身呢 那些可能不脫身的 但是譬如他在在位期間上次競選的後期 他懷疑有些選區有作弊 那他就去告別人 或者要翻查檔案 後來這些下板證實是沒有根據的 即他的指控沒有根據 他的指控沒有根據 但是他可以說他收到一定的消息 而這件事又影響美國選舉的公平性 他要去查實是為了國家的 那你可能就告他不了 但是原本可能民主黨就說 你根本拖延時間 妨礙那個選舉的正確結果 但是現在都還有人說是上次選舉作弊的 我們上次的嘉賓都說他都相信的 特斯先生你會否認為這種 譬如法院可以豁免部分刑事起訴的話 會否其實都對法治不太好呢 我認為總統有一定的特權 是保障行政主導的需要 問題去到甚麼位置呢 美國其實是給了總統很多方面的特權 如果全面去檢討 很多東西都可以找出來說的 是否是法獨全身 所以我覺得 看到時法庭執行的時候 那個法官個人的判斷 就很難捨得死的 即是你寫了一件就會忽略了另一件 很快的 如果真的選到 如果真的會完全豁免 應該到時便會公布了 最後一條問問 耗德關於日圓 其實日圓很多人都覺得 跌到那麼低不會再跌 但是它是不斷可以繼續下跌的 低處未算低 低處未算低 再低30年都可以繼續跌下去 你近來怎麼看日圓的走勢呢 日本股票你認為會不會在這麼大跌之下 有些吸引力呢 日圓跌了大家最開心就是去旅行 暑假應該 最慘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有沒有出去旅行 因為日本人出去旅行又很貴 這是百姓感覺到最明顯的 但實際上先說回為何日圓會弱 以及為何日圓好像跌完永遠都見不到底 但你明白日圓日圓跌是政府希望出現的事 日本過去二、三十年很迷失 經常通縮很慘 經濟又低迷等等 他們希望解決這個問題 最簡單就是現在美國 大家熟悉的就是因為之前怕通脹要加息 加息就會壓低通脹 減息就會刺激 所以日本希望透過 全世界已經開始 所謂QT 即開始收緊的時間 日本有一個方法就是繼續量寬 令日圓有更多的資金 資金經濟 但你印得更多的資金 會價就會有壓力 同時星期去的價格就不負利率 但日本的利率雖然已經高了一些 可能十年都是日利 但你想想美國十年是四厘四厘五厘 所以日本和美國有出現很大的息差 但問題是大家要想 政府是想去跌去刺激通脹 那代價就是好像 那對於日本整體的經濟好又不好呢? 那對日本整體的經濟是有辣有不辣的 所以日圓的日圓會令出口企業不著數 因為許收外匯 但有些進口的或是人要消費 那進口的東西便會貴 那出現的效果是甚麼呢? 其實能夠將日本本土的通送壓力減低 即刺激回他們 日本的企業整體因為日圓的日圓 其實是受惠的 所以最能夠反映到日本的股票 在今年DN大約跌了12% 即今年到現在 但日本的股票大約升了兩成左右 所以其實他們是 扣了逐是值回顧的 是的 企業是因為日圓的日圓政策 其實是好處了 反映在股票市場很明顯反映給大家聽 那問題是你又問一下 那日本政府不擔心過分地低呢? 其實認真說 他在嘴裡說他不希望別人操控他的 他偶爾都出來托托的事 但他的目的我自己理解就是 他偏弱地對日本整體的經濟 是一個幫助的 讓他們可以幫助他 他不想那些人在炒毆 差太過分,所以適當時會干預一下 但你說它這樣掉下去是否很擔心 其實我覺得它是有些開心的 Yen 的情況解釋得很清楚 但其實我們國內的情況 近來都相似 不過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講其他的經濟問題 我們下一節再見 房地產爆煲之後 內需不足、投資不足 我都贊成是要量化的 始終是要來一波 國內的一個說法就是 大陸過去這麼多年發展出現的情況就是 一放就亂 但一收就死了 亂後就死了 會不會擔心人民幣接下來的幣值 都會好像Yen那樣下跌呢 有些人說人民幣怕失控、失信 其實大陸政府現在 會不會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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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人說 所以,我們要有時會不小心 會不會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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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擔心